李渊出身于关隆贵族家庭 隋朝建立后深受隋文帝和文献皇后的垂爱 曾经担任过其龙等周刺史 隋阳帝东征时 李渊曾负责都院养草 并镇压一些起义者 抵抗突厥的入侵 李渊在为人处事上比较洒脱 性格也很开朗 对人比较宽松 很多人才也愿意和李渊结交 这些都为后来起义和建立唐朝 积累了人力资源 隋阳帝后期帝国内部风起云涌 李渊凭借植物之变招降纳畔 不断扩大充实自己的实力 为日后起兵奠定了基础 可见李渊也是有能耐的人 并不是一个无能之辈 唐高祖李渊作为开国皇帝 为什么其名声远不如其子 唐太宗李世民 大家好这里是任文史说 如果你对视频内容感兴趣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一定要记得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就李世民的能力而言 把它放到任何一个朝代 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这是一个天生做皇帝的人 当然 我们也不能否认之所以会造成这样的结果 也是政治斗争的需要 在李世民当上李唐王朝的皇帝的过程中 使用了一些并不光彩的手段 降低李渊的影响 是为了进一步保证他玄武门之变的合理性 玄武门之变是李渊 李世民都不愿意提及的伤痛 这次政变中 李世民杀了他的两个兄弟 李渊也失去了两个儿子 可这没有办法 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 必然要有牺牲 为了皇帝的宝座 是父杀兄的人大有人在 李世民也没有能够摆脱这个死循环 可事实已经发生 无论李世民如何掩盖 在这件事上 他终归做得丧失了亲情 但他不想被人指责他的过错 也不想留下残忍这样的名声 所以他只能去在其他方面进行弥补 这个弥补就是对史料的改动 在李世民之前 为了保证史官的独立性 皇帝不去参与史官记录的事宜 可是李世民改变了这一点 他把手伸向了史料记载 尤其是玄武门之变 在这段历史记载中 他刻意地把自己塑造成了被动的一方 而且有意地把太子李建成描绘成荒淫 无能卑鄙的小人 除了可以地抹黑李建成 李世民还需要做一件事情 才能够保证他权力斗争的合理性 那就是要弱化李渊的作用 他只有把李渊在李唐王朝建立中所起到的作用降低到最小 才能够更加保证自己发动玄武门之变得合理 因为杀兄逼父这件事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会影响他的名声 除非让他成为李唐王朝建立的最大功臣 甚至是李唐王朝真正的缔造者 让人们都知道 李世民做唐朝皇帝是顺理成章的 只有这样才可以堵住悠悠众口 同李世民相比 李渊的影响力真的可以说是不值一提 但这个李唐王朝的开国之君 倒也绝非是一个无能之辈 李渊也曾有过戎马生涯 他在隋朝统一天下的过程中 也利有汉马功劳 而且他在调任山西后也多次对突厥作战 而且取得了胜利 鲁建高祖一步赶战 高祖成而机之 突厥败走 客观地说 李渊的军事能力虽然不及李世民这种天纵奇才 但也是不可以被忽视的 否则 他不会被隋阳帝一直当作心腹大患 晋阳起兵事实上是李渊与李世民一同策划的 李渊本人一直就胸怀大志 得天下其实一直就是他的梦想 他调任晋阳后 看到晋阳城中的军械粮仓都十分充沛 第一反应就是 堂固无国 太原及其地焉 这句话可以充分反映出 李渊一直就存在的野心 李世民推动了李渊的启丁进程 让他在推翻大随的事业上更加坚定了 李渊虽然没有李世民那般的才智 但绝对可以称得上是一个人君 在礼堂王朝统一天下后 李渊也推动了一系列的改革 不管是对人才上面的制度改革 还是经济上面的推动生产 降低税收 李渊都做了一个皇帝应该做的事情 后来的李世民之所以能够迅速地把李唐王朝发展到一个顶峰 李渊所打下的基础也是有重要作用的 但命运就是这样 李渊注定只能是一个奠基人 而成不了最终完成伟业的人 一方面是李世民的能力太过突出 对中华文明影响过于深远 掩盖了李渊的贡献 另一方面李渊所处的时代 毕竟还是天下刚刚平定 需要先搞发展 可这些事 往往容易被后人所忽略 李世民即位后的辉煌表现 也不是李渊所能及的 一般来说 一个朝代的开国之君往往影响力最大 但也不尽然 后周的柴荣 名气就要大过开国的郭威 而清朝的康熙也比努尔哈赤名声想要 这些主要还是看当皇帝后的表现 而李世民的表现 也比李渊更值得人们记住 李世民即位不久 李唐王朝曾受到过突厥的挑战 但被李世民的智慧化解了 历经土治之后 李世民开始了对外扩张的军事战略 突厥 土玉魂 高昌国等一系列的西域诸国都臣服于李世民所统治的李唐王朝 他得到了这些国家的尊敬 被称之为天克汗 这在李世民之前的中原政权中 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要知道 在李世民即位的时候 李唐王朝的人口不过两百万户 而李世民即位期间 历经土治 重视生产 可以说真正的达到了海清和燕 也不庇护 百姓心中自然是对李世民无比的憧憬 他能够重视生产 重视人民的疾苦 让百姓能够过上好日子 这种群众基础 李渊也比不了 虽然说李渊当皇帝的期间 人民的生活也开始逐渐走向正规 但中原大地上还是有着很多的征战 真正让人们过上好日子的 还要说是李世民 要想有一个好的口碑 最重要的还是要牢牢地抓住文人的笔杆子 这一点 李世民可以说做得很满美 他从见如流 任用魏征等一系列的政臣 完善制度 为财事局 让众多的寒门子弟 都有了可以晋升的机会 这些行为就是他最好的宣传广告 无疑会得到人们的称颂 黄文馆的建立更是让很多文人 有了发挥的空间 这些文人势必会对这个 能够赏识他们的君主感恩戴德 作为一个皇帝 李世民本身做得就很到位 无论是从礼堂王朝建立过程中的赫赫战功 还是李世民当皇帝后的丰功伟绩 他被人们所记住 那都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即便他在玄武门之变上被人诟病 即便他或许真的弱化了李渊的功绩 但他本身的能力与作为都是真实存在的 以李世民的功绩来说 把他放到任何一个朝代 都足以盖过开国之君 他的名声与影响是真正凭借自己能力挣来的 这一点没有人可以否认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